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是膝关节 那我们看看这个膝关节咱们应该怎么样正确地使用 才能够让它陪伴我们更长久 还是请出专家 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于中华中医药学会外质学峰会的主任委员 黄树教授 欢迎 前几天您带着我们做了一些小测试 结果有很多的朋友发现 哎呦 我这好像脖子不好 腰也不行了 肩关节有点小问题 那看看有什么小办法帮我们看一看 现在我们的膝关节是不是处在一个健康的状态 这个办法呢 很简单 几个动作 很简单 先下蹲 能不能蹲到底 完全蹲下去吗 分开点 分开就行 不用我们一肩平宽 你站太近 不行 进了容易摔倒 特别是年纪大的 所以两个脚分开一点 双脚分开 第二个呢 像内旋 内旋 旋转 旋转 内旋 内旋再完全蹲下去啊 再完全蹲下去 还在蹲呢 一边旋 这一边往下蹲 对 没错 再一个呢 外旋 外旋 是 是 哎呦 这动作怎么做出来的 啊 就一边蹲 一边往下 一边蹲 一边旋 一边蹲 一边旋 我都蹲不上旁了 然后呢 半蹲 半蹲啊 半蹲 可以看 刷马步 如果我们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恐怕就说明我们的膝关节 有点小问题了 你蹲 蹲不到底 蹲不到底 旋的过程中有响声 有些是旋软 响声 我有响声 做的时候不流畅 半蹲的时候膝关节成 好 等等这些呢 都是报警 那我们刚刚做完这个简单的小测试之后 有多少观众发现自己的膝关节 好像多多少少是有一些小问题的 我 举手 试一问一下 这边的有四十多位啊 这边有多少位啊 我看一下 也有四十来位啊 这么多人啊 对 百分之八十的人啊 四不少 因为这膝关节啊 它这个人呢是两条腿 动物呢 四条腿 四条腿 对 因为动物走路的时候 这个身体的重量要分担到四条腿上 是吧 那么人呢 头的重量 上半身重量 骨盆的重量 其实都在这儿来了 都在膝关节来了 所以这个呢 存在呢 非常大 好 那待会儿请 黄教授慢慢给我们介绍 我们膝关节怎么样更好的保护 好的 好 谢谢您做做 刚才提到啊 我们的膝关节呢 负担的确是太重了 所以经常呢 会容易受伤 那您说 我平常生活当中 好像也没有 比如说撞击啊 打球受伤啊 为什么我膝关节还疼呢 那我们得看看 您是不是经常会做下面的动作呢 来看您的问题 那我们看一下哪一种动作呢 对于膝关节的 影响是最大的 这些呢 其实都是和我们的生活习惯相关 没有受伤 那我们看是 敲二郎腿 盘腿坐 还是蹲着洗衣服呢 看看我们观众们的选择 敲二郎腿 这个腿压着这个腿 然后另外一敲腿 那血液就不流通 肯定对膝关节是有影响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 蹲着洗衣服 因为你本身就蹲着 这气关节就在这受着力呢 是吧 往后你还得洗衣服 你还得搓使劲啊 所以一下一下 一下一下 它可能负担更多 那我们来看看大家的选择啊 哪个损害最大 大多数观众觉得是 蹲着洗衣服啊 还有观众选择的是 敲二郎腿 那到底最伤我们膝盖的是什么动作呢 看看您会不会经常做啊 这个就是 这里是用无限级独家 冠军播说的健康记录节目 那到底最伤我们膝盖的是什么动作呢 看看您会不会经常做啊 这个就是 蹲着洗衣服 因为敲二郎腿啊 它压 这个没有多大的作用 也不会很长时间 累了或者不舒服了 自动它就这个腿要翘到那个腿上了 它这个才是变换的 这个盘腿座呢 如果是正确的 我们看到寺庙里头啊 现在练练什么瑜伽呀 这个 缠坐的 缠坐 打坐 打坐呢 这个盘腿座呢 如果是知识正确的话 那么不会损伤 为什么它这个是很稳定的 它有三个点能支撑 一个是这个坐骨的这个点 一个是两个膝在两边 这两个点 所以这三个点的支撑 它是很放松的 如果它不放松的话 它难受的话 它就不能进行 盘不住的 它蹲了洗衣服呢 在刚才这三个里头啊 它这个长期蹲了以后 它主要是对这个车负人带 就是这个部位 旁边的 车负人带的伤害绝大 因为想说它弯下来以后啊 你看啊 弯下来以后 这个呢 就这个是个模型了 如果真的话 它弯到底的时候 这个地方被异常地拉长了 拉长的话呢 你短时间也没事 你蹲一蹲起来都没问题 那么你长时间拉的话呢 就造成它的缺血 人带着被拉长 缺血 然后呢 你在站起来之前 你没感觉 忘记一站 站不起来了 哎呀 半天 起不来 难受 后来疼 有一个造船厂啊 它不是加班吗 加班赶 就是这个船 要交货 那个船都是拿着电焊焊出来的 对 那就是说这个电焊工呢 就蹲在那儿 就这么焊 焊 然后 它加班 就时间很长 一个月过去以后 有一天 它就站不起来 突然间的 站不起来 站不起来 那就来看病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拍片的 没事 做TT没事 但是检查就发现 这个人带 非常敏感 异常压痛 但实际上就是 长 九吨以后啊 这个人带啊 受伤害了 所以我们把这个人带 进行了治疗 以后呢 慢慢就好 那我们看看生活当中啊 还有哪些行为方式 也有可能是会伤害到膝关节的 那哪些又对膝关节有好处的呢 这样我们请两个嘉宾 帮着大家来挑选一下 我们看一看啊 现在呢 给大家提供了多种选择 都是生活当中我们常会遇到的一些 比如说行为方式啊 还有一些运动啊 如果你觉得这个会伤害到膝关节 就贴到对面的这个小书棍上 如果要是觉得它有利于保护膝关节 就留在这个底板上 好不好 你们两个跟大家商量商量 看看哪个是伤害膝关节的 我一猜就得挑这个 要我挑的就是这个 冬天光腿 你俩是互相接短是吗 他就这样 老说膝盖凉 然后呢 咱再挑一个 骑车呀 骑车伤膝盖 肯定是不停地蹬啊蹬啊蹬啊 我觉得也有点 是吧 然后我再选一个 蹲着洗衣服 蹲着洗衣服 刚才那家提到了 对 这个是肯定会伤害膝关节的 是最严重的 太费心了 那个跑步 跑步也不好 因为那压力更大是吧 嗯 这么说你这踢足球也在跑啊 踢足球也不行 踢足球竟是伤膝盖的 什么摘搬着把什么的 这也不行 跪着擦地也不行 这也不行 这都是硬伤 这个体重部也不行 不行吗 不是您看这张照片 我们上面那 这大妈给压的 这肯定就是腿疼啊 也行吗 上面也没用啥了 就是打开鱼拳 打开鱼拳 还有游泳 咱别摘了行吗 那我们看看 黄教授会帮助大家挑选出 什么有害于这个膝关节的动作 好不好 来 谢谢两位 回到座位上休息一下 请您到台前来 黄教授 我们先看看两位 先跳拳出来的这些 是不是真正会伤害膝关节的 还真的挑得挺好 可以 还真的挑得很好 那么就这个呢 有点勉强 肌重物 肌重物 对 它有点勉强 为什么勉强呢 因为它虽然增加了一定的重量 但是它还是这样慢慢走的 和跑步不一样 跑步 刷刷 像刘翔那一跨栏 穿一下下去 那个速度的冲击力 那叫大三倍 这个呢 就是蹲着呢 就伤那个人带 刚才讲过了 跪着擦地也是一样的道理 跪着擦地也是 就是跪着那 你看前面膝盖着地 后头呢还得压着 这个爬山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 是非常纠结的一件事情 对 好像就说就是上山容易 下山难 下山的时候 膝盖的冲击力是更大的 上山伤骨 下山伤筋 你上山的时候吧 要很大劲 那膝盖的这个冰骨 这个瘦的力量很大 而且摩擦 下山呢 要稳定 看到吗 下山伤骨盖难的站不住 对 再说这个稳定不住 两边对身带啊 这些呢 就 就得一直使劲啊 肌肉使劲 人带呢 就承受很大的力量 它来保持这种平衡 所以呢 人就说是 上山容易 下山难 其实但是呢 爬山呢 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爬山呢 你别爬太极了 也别爬太走了 那么就是走一走 要停一停 登山 趋缓行 慢慢走 且住为家 就是什么 他停一下 走一走 歇一歇 但不让你坐那儿 坐那儿 等你再起来 又会感觉累了 本来你运动开了 然后又变成 休息 也会变成僵子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种锻炼就非常好 这个骑车呢 对膝关节的 这个受力是比较大的 完全要靠膝关节这种 受力来把它 蹬出去 你看它现在这个 这时候这个力量很大 但是它没有跑步 所以冲击力大 相对来说 那这个冬天光水呢 我在西方当医生的时候 见的非常多 西方的女人呢 中天光腿 我在德国的时候 她年纪一大 那个腿就这么粗 西方也会肿 就这么粗 肿一个骨节呀 它就也出起来了 那她原来就是呢 特别是俄罗斯呀这些 她就穿个胶皮大衣 底下就是光这个腿 就很美 虽然是很美 但是年纪一大就行 为什么呢 这种寒冷啊 西方节 你看啊 西方节周围没什么肉 没什么肉 都是骨头 寒气就非常容易进去 那进去以后呢 它里边就会发生 很多的病变 那么到了年纪一大 这些都出来了 那咱们给大家来总结一下 只要是一些 会增加西方节压力的运动 包括特别怕凉的 这种寒凉性的行为 都有可能会给我们的 西方节带来伤害 最后我们再看看这两项吧 因为大家意见不一 尤罕说是对西方节好的 这边的意见更多的是 对西方节不好 那您看怎么办 这到底是西方节 有没有问题呢 这打太极拳呢 我们有些很著名的 太极拳大师 做了西方节手术 那你可能会说就不好 实际上不是 在这里头呢 有几个要求 所以我们老年人打太极拳呢 我们不是要出功夫 是吧 不是说给您计计 我们是锻炼身体 锻炼身体的太极拳呢 它就不要求像 这个做法肯定是伤习惯的 特别像那老年人锻炼 你像这样就可以了 没必要 这样子 是不是 那个打开之前呢 你像那打的时候 你比方转的时候 是拿脚后跟转 你别这样拧 好 再拧过来 希望都受伤了 这样很轻松 明白了 就是如果我们热爱铁肌拳的话 是应该用一种正确的姿势来打 对我们西关节的伤害 是问题不大的 它是不会散西关节 明白了 这个呢 拥有 这个呢 就对西关节的保护就更好了 你看它要蹬腿吧 有阻力 所以要用力 但是呢 西关节受不受力 不受力 我们站在这西关节是承受力量的 在水里人是趴着 又有浮力 那么你在用力 肌肉越来越强健 那么对西关节来说呢 它是一个最佳的保护性的锻炼 好 谢谢黄教授给我们的介绍 谢谢 那我们看啊 除了这两项运动之外 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运动方式 也能够很好的保护西关节呢 看何佳博士的做法吧 好的 小记 那要保护西关节啊 有两点特别重要 第一个呢 就是要锻炼西关节周围的肌肉 主要呢 就是大腿的下面一点点 那么这个骨四头肌的位置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点 特别重要的呢 就是一定不能够给这个西关节 在锻炼的时候再给它增加很多的压力了 那么要具体怎么做呢 我们请上嘉宾连续 一起给大家演示一下 欢迎连续啊 那这个动作呢 其实呢特别的简单 对于老年人来说啊 操作起来也特别的方便 首先第一个 我们要做一个靠墙下蹲的动作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先做一个下蹲的动作啊 微微的下蹲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应该感觉到自己的大腿啊 在用力了 上身呢稍微的直立一下 不能够往前倾 一定要保持直立 那么这个动作呢 实际上啊 对于老年人来说都不太合适啊 这连续都已经不太合适了 所以呢 老年人做这个动作呢 应该怎么做呢 应该靠着强坐 就是这样 我来我背后给你推着啊 就是因为有个支撑点 对 有个支撑 就会稍微卸掉一部分 说得太对了啊 卸掉一部分这个力量 往下蹲 蹲 再蹲一点 根据你自己的力量来 就到这了 就到这了 往上 你可以靠着我没关系 我觉得你靠不住你这个 如果我们蹲得特别的低 那么其实呢 锻炼对这个膝关节的锻炼啊 其实没有特别的好处 其实呢 我们就稍微的 微微的蹲下去 我们打一个比方 就是比你平常 做凳子的这个高度 略微的高一点就可以了 高 高一点 好 然后就起来 然后这个动作 你感觉到这个膝关节的压力 没有 特别是在慢慢起来的时候 感觉到这个大腿的肌肉 在收缩 但是我这边膝关节里就会有点疼 如果你感觉疼了的话 那就说明这个动作对你来说 现在过量了 所以要循序渐进 这是第一个动作 靠墙下蹲 第二个动作呢 要坐着坐 来 我给你准备了个凳子 好 这个动作呢 就更简单了 咱们平常啊 看电视啊 或者是这个听音乐啊 玩的时候都可以 非常简单 这个大腿呢 保持平直 两个腿 微微的并拢 不要不要靠到一起 微微的并拢就可以了 现在呢 交替地把小腿伸直 对 伸直的时候 感觉到这个肌肉的收缩了 你刚听见事了吗 我听见了 你这个细节的膝关节 就是需要锻炼了 因为胖人膝关节的压力就大 对 你说得非常好 所以呢 你一定要锻炼这块肌肉了 好 收回来 往上这个 对 再来 你在你抬的时候呢 这个大腿呢 也可以稍微抬高一点 还能抬高吗 可以离开 感觉到了吗 好 来 放下来 这个做这个动作 可以靠 没问题 可以 靠 可以 那就行了 对 主要是锻炼大腿 好 感觉到这里收缩了吗 感觉到了 好 收回来 放下来 好 这边 这边 好 放下来 那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 咱们的动作呢 稍微的慢一点啊 不能够 这样就太快了 第三个动作呢 我们要找到一个垫子啊 或者在床上 做这个动作 我这里给你准备了一个瑜伽垫 你给躺下来 哎呦 慢点 好 那为什么要告诉大家 躺着做呢 躺着做啊 主要还是减轻膝关节的压力 不给它承重 现在这个肌肉放松了吧 完全放松了 好 然后现在你做一个抱膝的动作 就是你看过跳水运动员 团伸 抱膝 两头起来抱是吧 两条腿一起起来 你往后点 别那装衣更冷 哎呦 慢点 这样不行啊 不行不行 来上伸不动 上伸不动 对 先这样 你先屈膝 屈膝 好 再屈 再屈 抱膝 抱膝 好 坚持一下啊 我们数五个数 咱们给它喊五个数 一 二 三 四 五 好好放下 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另外一个动作 我们就是叫做躺着 然后来坐这个蹬自行车的动作 明白吧 对 画个圆 对 对 伸出去的时候 保持这个腿啊 你要尽量把它伸圆 感觉蹬出去的 我怎么觉得我腰这儿有一种酸 说得非常好 因为这个动作呢 不光是可以锻炼我们大腿的肌肉 它对我们这个下腹部 还有这个腰底部的一些肌肉呢 也可以锻炼到 好 起来吧 我都出了饭了 那连续刚才做了这几个动作 现在感觉怎么样 出汗了 都出汗了 我现在又觉得整个腿 有点酸 酸了吧 对 有点酸 有点酸了 酸酸了 然后腰就是后边的腰眼这一块 也有点酸 但是挺舒服的 那像这样的动作呢 每次做上两三分钟 每天做一次 其实就可以起到锻炼膝关节的作用了 这个动作希望你坚持 我尽量 下次咱们要检查一下效果 小鸡 好 谢谢范家博士 刚才连续 在做这个过程当中 的确发现有一些动作 你是做不到位 而且会有一些不太舒服的感觉 其实也就意味着呢 无形当中啊 不知不觉我们这个膝关节 就到了该报修的时候了 那你有没有发现什么样的信号 那提示着我们膝关节有问题呢 来看看下一个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哪一个是膝关节啊 受损的早期信号 就是说不报修了啊 是 活动时候有响声 小腿肿胀还是经常会腿麻呢 看看观众们的选择 我觉得是有点响声 我那膝盖刚才蹲的时候 刚才何嘉也听见了 就嘎嘎一声 我觉得应该是腿麻 麻 你想就咱们都说什么 腿上不有筋络吗 肯定是膝盖受损了之后 这筋络不通了呀 所以腿就容易麻 所以我觉得是腿麻 可能是早期信号 那我们来看看大家 是怎么认为这个问题的啊 早期的信号 我们观众觉得应该是 选什么的都有啊 那看来 是不是我们观众们 经常会出现 类似这样的反应呢 那真的要给您提一个醒了 如果您经常感觉到 什么呢 活动的时候有响声 这个有响声啊 说明它不正常 一个呢 关节开始僵硬了 僵硬了 这个肌肉和忍带就给拉紧了 拉紧了这个筋骨啊 有时候给拉向外边 一蹲的时候 它就弹回来了 嘣 想一下 是骨头 碰骨头的声音啊 嘣 想一下 像弹琴的琴弦一样 对 第二个呢 就是半月板 什么是半月板 给大家看一看 这里边有一个软骨垫 就这个颜色的 有个软骨垫 两个骨头中间的 对对对 两个骨头中间 因为这个如果骨头磨骨头啊 它就很快就磨坏了 那怎么办呢 这骨头又是圆的 你看 别是个瓶 它要活动是个圆的 所以就在它的这个 之间填了一个垫 这垫是个软骨了 这个软骨垫呢 撕裂了 撕裂了 你看这个在活动的时候 你看啊 这在活动的时候会怎么样呢 它就像一个车轮子一样 在这个滚过去的 那比方说我们一个车 过一个小沟 一个小坑 这时候响吧 响 痛 响一响 这个车轮子过去痛 这也是痛 响一响 所以这个 这个像 有响声的时候啊 就得注意啊 可能有破坏 有损伤 那除了这个响之外 会不会还有一些 其他的反应 也算是我们膝关节 开始抱紧的一些早期信号 这有个模型 给大家看看啊 除了这个响以外 我们还有疼痛 疼 对 疼 很多人关节有这个疼 还有呢 肿 肿起来了 哎呀 肿起来了 我们有时候一次抽出来 50到100 里边的关节液 肿 肿是一种什么感觉啊 我们在座的很多老年人 可能会有这感觉 早上起来 这个腿啊 很僵 活动不灵活 要走一走 运动一下 这时候 它慢慢才可以灵活 这个就是那种僵 僵 我们叫沉僵 锁是什么意思 锁啊 关节动不了了是吗 没错 叫胶锁 胶锁什么呢 走的时候 哎 一下 骨子弯了 不能回也不能删了 动不了了 你像这个呢 这里头有破坏 有破坏或者变形 正好这个给变住劲了 这膝关节 那个你像膝关节的这个面啊 它这个冰骨有七个关节面 它在每一个活动的不同的角度 它对应了关节面 那么里头要是有破坏 这关节面对不好了 就给掐住了 咱们这样能不能够通过简单的办法 告诉大家我们的膝盖伤害到什么样的程度了 来 请黄教授先到中间来 我们再找出两位观众 来 30号的观众 96号的观众 来 那我们看看黄教授带着大家做什么样的动作 能够判断出来我们的膝关节伤害到什么程度了 刚才我们做了几个动作 也有一些测试 但这次呢 可能膝关节会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就很简单 就下肚 好 那你要给我们来评判一下了 好 跟着黄教授一块来坐 膝盖朝前往下蹲 你还能蹲吗 不能 蹲不下去了 蹲不下去了 我又省了 站起来 你这个观众就到这种时候 哪个腿能蹲下去 哪一边能蹲下去 我 想了 这跟你的伤 双股 你想了 我想了 他一声好大呀 我就抱我下一声 嘎巴一声 你那个什么 这腿能 完了我 这个 这腿能下 这个腿下一声好点是吧 那腿就下不去了是吧 是疼吗 是什么感觉 我看你 疼 好 我们看看这位观众 要再往下走 你会有什么感觉了 疼 疼 疼 完全下不去了 嗯 下不去了 最大可能性 最大可能 已经是这样 哎呦 他现在是属于什么阶段 双小 他比他们应该好一些 算是早期 早期刚刚有一点 有一点苗头了 那我们这位呢 这位就比较严重一点了 你看他连半蹲都坐不了 嗯 所以上厕所很困难 没 上洗手间会有一些 有蹲下去 慢慢的 做便器好一些 对对对 如果那个蹲蹲的那个啊 你看他就得这样 这样长 对对对 就得以真的 所以这个 这个病很痛苦 黄教授非常了解病人 那我们这位观众呢 这位观众也是 比他呢 能稍微 就是重一点 还要再严重一些 对他两个腿 哦 那么从这看呢 应该还是一个 退行性病变 退行性病变 退行病变 这位黄教授 帮我们的领导 对 谢谢 观众 谢谢 那刚才呢 也提到了 如果您在活动的过程当中啊 尤其是上下楼的过程当中 发现上得不稳 经常会出现一些卡住的反应 这些呢 都说明我们的膝关节啊 发生了骨性关节炎的病变 那如果时间长的话 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伤害呢 我们看看下一个问题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哪一种腿型 五性关节炎可能性是更大的 它甚至还会改变我们腿的形状啊 是X型腿 这样的往里弯的 还是O型腿往外的 还是长短腿 一个腿长一个腿短 看看大家的选择 那我们来看看 大家认识到什么样的程度了啊 可能性最大的 观众们觉得是 长短腿和X型腿 就是往里弯的 那到底如果要是发生了 关节的 膝关节的病变 会把我们的腿型 改变成什么样呢 应该是 它腿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我们看了这是个冰骨 这是骨石头肌 这是个冰冷带 那么在年纪大以后呢 这个骨石头肌的外设肌 比较强大 这一条 外边这一条 就把它拉过来了 拉过来了 这个冰骨就拉得 弯外移了 它就把它拽成这个样 看到吗 拉成这个样了 所以你看啊 这外设呢 这个尖心很大 那是尖心小 这个就是 包心腿 真的要是出现 这么严重的问题啊 那就必须得送修理厂 去维修了啊 那如果您说 我要想自己在家 来调理一下的话 有没有一些办法呢 当然有 但是有一些呢 是不能够做的 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来看 虎心关节炎 哪一种缓解方式 是不可取的 你看是按摩 热肤 还是冰肤呢 看看我们观众们的选择 连续你这西关节不舒服 有没有吃过什么招啊 去医院看过 他说因为体重太大了 引起的叫什么 冰毒老化 说白就是沉 所以为了省那个膝盖嘛 我就出门就坐车 然后也不走道了 然后跟家没事就躺着 养呗那只能是 既然咱那个负担重 咱就少用它呗 我觉得按摩一下比较好 热肤这事就算了 因为这个 你想这本身就有炎症 你再给它呼伤热的 然后那炎症就发展的 越来越厉害 那这样来我们看看 大家的选择啊 哪种方法不可取 大多数观众觉得 按摩这个方法 是不是会按坏啊 那我们看看 是这样吗 不可取的方式是 冰铺啊 冰铺啊 我们可能看挺多 这个姿势呢 也很重要 你像在运动场上 受伤了 运动场上拉伤了 拳击场上 把这脸也搭肿了 那个出个大血包 就拿个冰袋 在那按着 揉我揉我 是不是 为什么要冰呢 它那个很多血管破裂 这时候它在出血 你一用冰 那血管就收缩了 那么这个骨关节病呢 它不是个急性所长 那么刚才我们讲的 那几个症状 其实还有 还有它凉 也有热 热是急性炎症的时候 肿起来的时候 对对对 那么很多时候 关节是凉的 这凉的就是慢性的缺血 循环不好 气血不通 那你再给它凉 那就冻住了 是吧 就应该用热的方法 让我们的气血 能够活跃起来 反而应该用热敷 按摩也是可以的 按摩呢 是个最好的办法 因为这一按摩 给它相当于 一按一揉 它这个血循环 它马上就开了 再给它复复胃 你看它这个 不是跑到这边来了吗 往这边一复 咔嚓 复过来 然后这些位置 再给它复一复 有时很快就觉得很清楚 我们看看黄教授 通常会用什么样的办法 来帮助病人调理 我们也跟你一块来学一学 好吗 有请30号观众 好 也请黄教授 辛苦您 你看这个间隙多大 这个间距很大 这欧阴腿里 是吧 您的腿是从什么时候 就开始编成这样的呀 前十年 十年前就开始吧 九九响哨声 然后这个六年吧 前六 这六年之内 就慢慢一点 给明年厉害 而且刚才我看您蹲 也是很困难 是吧 蹲一下 是是 别勉强 别勉强 不要勉强 慢慢悠着它进去 就慢慢悠着去 就自己能蹲到这儿了 好了 别勉强 好 谢谢 好 那我们可不可以 现在帮着这位观众 来调理一下 行 好 来 您躺在床上 能不能教给我们 怎么应该做这个按摩 能够舒服一些 先呢 冰骨周围要按摩 特别是冰骨的外侧 那么自己怎么按呢 你就把它手压到 它就这么揉下去了 这是这样拨自己的膝盖吗 按那个关节缝 这样按揉多长时间会起效 一般十分钟 我们每天自己在家 没事的时候都可以做吗 对 可以做 因为年纪大了 这个地方的拉力非常大 疼吗 就这地方疼 疼吗 疼 就这地方疼是吧 疼啊 这地方疼不疼 这不疼 这不疼啊 像它这种蹲不下去呢 还在这个位置上 这地方疼吗 那就好像筋短式那样的 筋短式是吧 对对 这地方筋短式的 那样疼 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平时可以爱酒 在家就可以了 自己捡着 然后呢 这个 这两个 这两个摸着 一摸就凹进去的 这两个地方叫吸眼 就 外面一个 里边一个 外边里边一个 看一个 现在就是爱酒 外面的这个吸眼的穴位 什么感觉 觉得热了 热了 热了就可以揉一揉 比较好的办法 这个中药呢 可以热敷 很简单 就是个毛巾 烧热了水 但关键内 用什么水 把那毛巾浸湿啊 这个是一个 比较简单的方法 所以你看牛膝 因为它是膝关节 我们这个中医啊 这个牛膝 就长着 跟膝关节差不多 所以 因此以这个来入药 穿断 这种呢 就是能够 结骨续筋 白刷 这个呢 它是活血的 所以这个三个 加起来外洗 这个效果呢 就比较好 方子很简单 但是呢 可以回去 试试用 可以试一试 好 辛苦了 黄教授 谢谢黄教授 你现在 再下来 蹲一下 对 活动活动 你凉水分开 凉水分开 再开点 好 好 你现在再蹲一下 这 慢点 别勉强 别勉强 比刚才 强好多 这是真的 完全能冒动 下来 好 静人大致 还疼吗 这边不疼 这边特轻松 轻松 轻松了 这边特轻松 好 这里是由 吴建议族家 冠名播出的 健康肌肉节目 那咱们来给大家 总结一下 今天我们说的 这个产品呢 就是膝关节 那怎么注意保养呢 有几个小细节 可以热肤啊 按摩呀 选择合适的运动 比如说做肌肉锻炼 等等呢 都是可以增强 我们膝关节的力量的 但是 它不喜欢什么呢 刚才提到了 它是洗温 护寒的 它特别不喜欢凉的 尤其呀 你不能用得太多 那一旦坏的时候啊 我们就只能去 送到维修站了 我们维修站呢 有很多的办法 看看医生会怎么做呢 比如说用药啊 还有一些中医 其他调理的办法 这就是您的 膝关节的使用说明书 希望您能够系好